长冰箱19号晚间发生登山队受困山区案件 6名外县市民众组队行踪安东月林古道 下山途中因为大雨导致溪水串击 无法通行 锦销协同部落向导上山 在蓝沙坝发现受困队伍 以搭监方式协助通过溪流 顺利平安下山 黑压压的山区一行6人的登山队伍 看着眼前溪流因为突如其来的大雨 水位暴涨 水流变得又急又猛 不敢强行通过的情况下 只好联络早上再送他们上山的 继承车业者求助 至了解这支登山队伍 由两男私女组成 平均年龄50岁 从花莲玉里镇沿着安通月林古道 进入台东长冰箱 下山途中在南竹湖山区 溪流蓝沙坝处 因为大雨水势湍急受困其中 警校获报后 协同当地部落向导上山寻人 以互相搭监的方式 一步一步协助涉水渡过溪流 平安下山结束这场惊魂祭 在南竹湖山区的蓝沙坝发现 登山客协助其脱困下山 人员均安 随之疫情警戒降级 松绑户外场域 逐渐可以看见民众恢复各类山林海域休闲活动 警方也提醒民众登山践行时 应先拟定行走路线 预撤退计划 如遇到天后有益时 应尽快下山 或请求警方协助 以免发生危险 继续下山会长编相报道